大學生什麼 他們都是打上大學的 是的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提寶生 講到提寶生 男生會非常地羨慕嫉妒 女生會覺得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是不是 旱照好 體能好 我們台灣的提寶這個制度 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 但是其實他們一方面 我覺得他們也應該不會認輸 就是說不只是靠體育成績 也希望在校的成績很好嘛 對不對 隨便問一個 是這樣嗎 阿飛 學校成績怎麼樣 就常常…就是 好 謝謝 問錯 是問清楚 有沒有 同一個問錯 導演今天來的這一群人馬 不得了啦 是的 他們那個 除了本身非常熱愛這個體育運動之外 還帶來他們新作品 《求愛天空》 一起換我們導演Pongo Pongo 導演的Banesh 來 同一支球員林岳萍跟劉福好 歡迎他們 四位帥哥 好 帥哥 球棒… 這什麼 這好可愛 我兒子已經在家揮棒了 這個 很可愛 不是 中秋節也過了 過年還沒到 就送你 不成績 求愛天空 這個小孩多喜歡 我兒子昨天自己 對啊 在一個角落嘛 然後我在上網 我就看到他在那個陰暗角落 他自己就這樣 三歲喔 謝謝啦 我就揮棒 就自己在Cue自己 你知道嗎 然後自己在玩棒球的遊戲這樣 這好可愛喔 對啊 《求愛天空》 Pongo 這是你第幾部指導的電影 第二部 第二部 去年帶一片風景走 是 這一部大概講的是什麼故事呢 你看也知道 不… 棒球的…我知道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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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在夜市裡面講一些什麼 對不對 我說看完會有這種熱血的感覺 或是 棒球電影一定要熱血 但是也不能光是打棒球熱血 所以我們這位主角 也有床戲 床戲 有床戲的部分 沒有床戲 有啦 沒有床 但是有那個戲 好激烈喔 難道是在外野嗎 當然 外野 外野真是個好地方 所以是打野球 喂 打野球 投手球 在投手球 在投手球 沒有那麼好啦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位男主角的遭遇 因為棒球改變他的一生 他的親情友情愛情 在這個棒球裡面發生的事情 是 這是碰口 聽說你們裡面的比賽 都是真的去比賽是不是 真的比賽拍手 當然真的打 這樣會不會很難拍呢 因為都真的 我跟妳講 夭壽難拍 對啊 對啊 因為誰知道球會跑到很方向 對… 誰知道球會 會不會長 會不會插棒球會幹嘛 會搭到攝影機等等的 所以 但是我講說一定要實戰 一定要實戰 實戰才好看 才有氣氛 因為大家 台灣的朋友觀眾 對看棒球這一回是已經很熟悉 是 真的假的 他一眼就看得出來 對 可是問題是 因為有時候演員會要求 比如經紀人會跳出來 不能太醜喔 他可能被你知道嗎 要揮棒 或頭會去 那種瞬間是醜了 那怎麼辦 要補幾個帥鏡頭吧 當然還好啦 因為像Vanesse投球的時候 臉是扭曲的 人家帥扭曲還是帥 扭曲的帥 他真的有練頭嗎 Vanesse 有啊… 真的啊 怎麼練 每天練還是 就有時間就練 然後之前有我們的教練 黃… 黃平洋 黃平洋 黃平洋經紀人 他其實 阿便當都有訂他家的嗎 沒有 因為在台南 我們在台南排嘛 台南區 太遠了 超好吃的 可是真的很好吃 我上次有試過 很好吃 現在怎麼聊到片場 那你至少擺一個投手球上 要準備投球的姿勢 給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真的可以嗎 對不對 看真的有沒有那麼專業 真的可以嗎 好 假裝在看捕手的暗號 好 來 投出 好帥喔 好 姿勢很標準耶 有耶 有嗎 這要問林岳萍怎麼樣 他投球的姿勢 我沒有那麼帥 帥耶 他才帥好不好 而且他投球的時候 那個球會有聲音 就… 你知道嗎 快到這個程度 對啊 你也來擺一下姿勢 來…投一下 我們看一下職業的 我們看他的動作 帥喔 好耶 看起來不要像是那個夜… 夜市在投九宮閣吧 對啊 故意…保留一點 故意… 他有演戲 這兩位球員都有演戲 第一次演戲嗎 對 第一次演戲 好玩嗎 覺得演戲 滿好玩的 因為碰哥本身就很好玩了 所以本身對你來講 這一次拍這部電影 難的是棒球還是講台語呢 台語比較難 台語的 對啊 因為台語那個發音要標準一點 然後我不希望有一個ABC槍嘛 所以我就一直問導演 這樣OK嗎… 然後其實導演他很有耐心 他就是從 因為我們坐同樣的車子去拍片 所以從早上一上車的時候 還沒有開到三分鐘的時候 他開始講我的台詞 用台語講 然後就好像一直在複習 讓我聽到 所以我那時候要講的時候 很標準 這裡面有一句就是 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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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語叫做 羨慎 剛剛是羨慎嗎 不是 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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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無限我講這個 它有一點難 所以我就在車上一直念 看什麼 羨慎 看什麼 羨慎 看什麼 應該帶一隻九關鳥耶 對啊 我多累啊 對啊 但是這樣它才會到地嘛 對 可以 可是我覺得這方面當然 就真的很棒 就是很有耐心你知道 然後不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就是一直跟我講… 然後或者是就是完全不跟我說 一直到拍的時候 那邊開始罵我你知道 你怎麼還沒有練好 他影射很多導演 是 對啊 就實在擺明說 對 很多導演會 所以其實就是從他一場生活 讓他習慣這個語言 但不會把ABC的習慣帶進去嗎 看什麼 來吧 不小心 看什麼 來吧 來吧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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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死了 你死了 阿奇大哥的感覺 是 另外我們這個劉福豪今天來 你的綽號叫做 小破 小破 因為是那個漫畫 破壞王 破壞王嘛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的那個漫畫 長得很像 對不對 我們今天這邊有一個小小破 真的長得滿像的 你們兩個 不說還真的會以為你們是兄弟耶 再搬手外野 應該也不會有人發現吧 我剛剛都一直不敢看他 我覺得很像在照鏡子耶 真的耶 你為什麼叫小小破 因為就是 從以前就很多人說 長得看他滿像的這樣 就是在打球的時候 而且連位置都一樣對不對 對 就是也是手外野這樣子 我很好奇他那個綽號是 你什麼時候取的 昨天 因為知道你要來啊對不對 我配合一下 小小破 你的成績是什麼 跟大家講一下 最好成績 就是去年我們是全國大專聯賽 公開二級的冠軍 前面這個五招你是 你也是同一隊的嗎 對 五招 你是 五招 五招你是全壘打王喔 那個是 學校辦的一個戲上的比賽 所有戲 是萬聖節嗎還是這樣 不是 對啊 是壘球 壘球 對 壘球 壘球太好打 又被看不起啊 碰口又嗆聲了 因為太大顆 小時候又慢是不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 不知道要說什麼 沒有 沒有 我們是很厲害的 我們直接定一個時間 就直接比賽嗎 好 嗆聲 嗆聲 我們贏 我們是一定贏 真的嗎 那麼有信心嗎 超有信心的PONGO 真的啦 而且投手不用換 我投就好了 他 PONGO在節目中堅信著他們不會輸 但錄完影的隔天 工作人員在捏魚哥的粉絲專頁 發現了以下訊息 今天的對手意外碰到是 PONGO領軍的遠東科大 可惜今天我們以十比零大勝他們 PONGO不好意思啦 只能說勝敗乃兵家常事 PONGO不要太介意囉 今天我們這個提跑是很多 除了棒球的 也有射箭的 籃球的 大家都來一起來聊一聊 請問大學生 你覺得自己有哪項才能 可以讓自己保送上大學 這個提跑的就不用寫了 我們看看其他的人 好意思 這部答案也該起來 亞莎那是釘床嗎還是... 對 我會吹小巴 而且我國中的時候就是有 就是算是保送 就是直接社區學校上 有帶來嗎 國立高中我沒有帶來 這你都用講的 講的 對 我也會切學那 是啊 我會跳火圈耶 好 大樂 好 我現在還要加東西 怕這個不夠用這樣子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我穿氣球 那個奇怪的才藝 是 想說應該可以靠那個才藝 考上一些 譬如說北體的動態藝術系 或是什麼之類的 雜氣團比較有可能 或是國術系 或是變臉 我之前那個 那個變臉 不是 不是 譬如說文大的國術系 也是可以的這樣子 看可不可以被保送 再變一次… 再變一次 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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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差不多 怎麼都差不多 對不對 人肉變臉的部分 這可以保送嗎 可以嗎 可以讓人家美送嗎 凱凱熱舞 對啊 我高中的時候 我在全校表演那個 就模仿布蘭妮 結果我還就是當選優良學生 然後跟好市長合照 就感覺這也是一個 因為模仿布蘭妮嗎 對啊 在全校面前 然後大家都投我當優良學生 那現在要來一段嗎 來吧 Piers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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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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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好可憐 但是請問一下我們的提寶師 你是怎麼樣被發掘出來的 大陽你是 就有一次下課的時候 我走在路上 然後就走一走 突然就有一個陌生男子 就問我說 請問你多高 他說我國二的時候 我就長到185了 然後他就 我就說185 他就說你有沒有興趣 來打排球看看 然後我那時候 基本上我喜歡的是籃球 結果對排球比較沒什麼興趣 然後後來我國三畢業的時候 要來找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長到192了 你有那麼高喔 你有那麼高喔 你出來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真的 然後小芝出來我們看一下 你簽194 我簽194 我簽191而已 來…小芝出來… 來… 我們看一下 伯伯都是大學生 看看 天啊 他有194耶 剛好是網的最高跟最低的兩點 對啊 帶不到小芝了 對 小芝哪裡去了 小芝 小芝… 旁邊有人耶 哇賽 所以剛剛我們其實 本來有在偷問說 女生喜不喜歡跟體保生交往 小芝說 對啊 可能比較沒辦法耶 為什麼 我覺得體保生體力都太好 就是我一直說 體力太好 體力太好